周年慶陸續開跑了 業者為了立抗不景氣 連平日不做折扣的保養品牌 也祭出了七者搶客 包括敲長手的日本小家店 也打出比去東京買還便宜的價格 拿出活力 賣力 表演 為周年慶開跑第一天拉抬買氣 希望敲開動了半年的冷景氣 敲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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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做好萬全準備 時間到大戰開打 人潮湧入白貨 擠得水洩不通 一年就看這檔 連頂級保養品牌都跟著做折扣 平常最多打九折 這次打到七折 就是期盼能夠衝出驚人業績 就差不多八等來到這裡 我自己要用的 大概可以便宜多少 自己有算過一下 差不多有對折 不僅如此 超夯的日本小家店 也成為這次民眾的強買名單 像是膠原蛋白吹風機 只要2990還送試駕2690的炸汁機 電子鍋更是比東京買還又便宜 下刹39折不到4000塊 廠商還加碼限量50台變100台 全館寄出優惠 希望能夠達到周年慶目標 我們從1號到18號 總共18天的檔期 預渡做到23.9億成長1% 而天幕SOCO 周年慶早一天率先開出紅盤 跟去年相比 首日成長超過一倍 回風廣場第一天業績就達到11億 千萬刷手從5名增加到13名 百貨業者立抗景氣逆勢 要在下半年挽回一城 郵件TV謝宇信李徐軒台北報導